咨询师看了他很久 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 说你小时候是跟谁长大的 他说我是跟我奶奶长大呀 然后咨询师就开始跟他聊遥远的从前 那么后来呢 这个心里的秘密被揭示出来 是令人惊讶的 这只不过是一个 我们听起来似乎发生在我们 每家每户的童年的故事 小孩子不睡觉 老奶奶哄他 最经常的一种说法 说五分钟之内 你要是再不闭上眼睛 狼就来了 对吧 狼外婆的故事都是这么讲的 说三分钟之内 你要是再不睡着的话 大风就把你给卷走了 如果再过十分钟 妖精就出来了 所以小孩呢 就是因为害怕 睡不着也得闭着眼睛 而闭着眼睛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想着 这些东西来了会怎么样 这个咨询师后来讲 说就是由于我们大家 司空见惯的这种哄孩子睡觉的方式 可能使那种特别敏感的孩子 在某种机遇下 会得上这种强迫症 所以他当时突然就问他 他说你手里倒着这个烟灰缸 这是一种仪式 你告诉我 你现在心里有什么预感 这话一说 那个男孩突然就停住了 他说对呀 你说了我才明白 我现在觉得我妈妈要出什么事 我要是不倒腾这个烟灰缸 他就会出事 但你真说出来 我就觉得没事了 心理的治疗远远不是这么一句话 也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 都有这样离奇的故事 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这是因为心理上缺一只脚 缺一个手臂 不像身体上的残疾 这么容易被人看见 某种意义上讲 心理上的医生更多的要靠自己 要靠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缺失 这种缺失有可能 是在某一个偶然的机遇下 自己的一个错误 也有可能是在某种时刻 自己不经意的受到了一个打击 从此不知不觉就积淀下了一种毛病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头来看 庄子告诉我们 在天地之间 如果一个人真的顺应生命形态 那么首先把这些个遗憾和残缺都接受下来吧 不要委屈 不要较劲 而想的是怎么样改良他 能让自己更好 庄子还写过一个人 叫做哀台他 魏林公听说了这样一个人 而且后来他见到了这个人 他就去跟孔子说 他说有一个面貌特别丑陋的人 叫哀台他 但这个人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男人如果跟他待上一段时间的话 就会因为留恋这个人的德性 觉得这人是个好朋友 而离不开他 女人一旦跟他见了面 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女孩子就回家去跟父母说 说与其为别人妻 宁可为夫子妾 我就算是给他做妾 我都不嫁到别人家去做正方 说这样的女孩子 我听说有十几个 而且人数还在增长 他说这人就怪了 他说我也没看见他有多大的作为 也没有很清晰的主张 我经常看见他 无非就是符合别人的一些意见 那么我就因为对他好奇 我后来就把他给请来了 请来我跟他相处呢 我就发现很舒服 不到一个月 我就特别信任这个人 然后卢埃公就问孔子 说你说说看 这个埃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在庄子中有太多的故事 是庄子假托孔子之名 他无非在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 这个人外在形貌平平 但是他内心有一种人格的力量 他不知不觉的可以把人吸引在他的身边 而一个人真正的力量 并不表现在某种卓著的才华 某种炫耀的技巧 真正这种内心的能量 有可能就是一种和缓的对人的这种凝聚 其实我们翻开庄子 从他第一篇《逍遥游》开始 到他所列举的凡死种种这些人 这里面一直贯穿着一个核心的思想 那就是大与小的区别 大与小绝不是好看与难看之分 真正的外在形态 与内心境界有时候相去甚远 庄子告诉我们 这些表面看起来稀奇古怪的 甚至是形貌恐怖的人 并不排除他们的内心 有一种大境界 是我们这些健全人不能比拟的 有些人可能由于自己的健全 机民 皎洁 反而使自己受质于心 其实看庄子的文章 有的时候会觉得无边无际 看眼前的影像 会觉得他描述出来的 一切奇思异想 都超乎我们生活经验之外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 站在我们的内心去看 我们是可以对应上 一个又一个影像的 我们到底有哪些影迹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障碍 我们到底有什么童年的阴影 我们有什么人生的缺憾 这一切一切 是不是都像描述的这些人呢 而这些人 他们以德行的超越 是不是会给我们一种想法 给我们一种勉励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 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在调整你的位置时候 可以有一种参照 有一句名言说的好 说这个世界上 无所谓垃圾和废物 所谓废物 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 有很多财富 无非是放错了地方 李白的诗说 天生我财必有用 大财大用 小财小用 每一种有用和无用之间 只不过是看 你自己生命的质地 和你所处的环境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匹配 周周是一个奇特的例子 他以那样的一种智力 而成为一个天才 他超越了凡间的评判 而我们每一个人 就目前而言 是不是在以凡间的评判标准 在评价着我们自身的功能呢 所以其实看遍了所有的这些奇人 看遍了所有的异象 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庄子 给我们指出的 每一个人放低平常心 无论这些人是受刑的 还是先天的 无论他们肢体上残疾了 还是他们智力上有缺憾 而这种残缺靠心智可以补足 靠精神与天地之间的遨游 可以去完善 这大概就是庄子 对于我们今天人 一种最好的启发 在这种启发中 我们可以抵达 他那种天地 共往共来的逍遥境界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一员 庄子认为 在人的内心 应该坚持自己的秉静 而不要随波逐流 而面对外在的世界 则应该通达和顺应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 内心的坚持和外在的顺应呢 请听北京师范大学 于丹教授讲 于丹 请不吝点赞 订阅